大家好,我是杨长,今天是2023年11月12日 本周六晚上,我在每周一次的美股分享会 就当前的股市分享了我的看法和意见 现整理如下,分享给大家 下面就请我们的查课老师分享一下 因为查课老师在我们群里也发了很多的一些 不管是图形还是他对各个标的 还有一些个股公司的一个走势 他都有分享 查课老师前几周一直到周五那天 他的操作都是非常的,可以说是神准 对,没有失误 全是几乎都是被他抓到了 我们下面请查课老师分享一下 谢谢,查课老师麻烦你了 大家好,我先回头说一下 我以前提过多次我自己编程稿的季节图 大家记不得咱们几个月前 我七八月份的时候我就说 7月15号到10月下旬不好 基本上这个大盘是按照我那个季节图走的 那么一旦进了11月的话 季节就是Christmas季节了 那个什么呀 股市也是Christmas Rally 从这个角度呢 季节是好的季节 但是前两周前 一路跌下来 我主要就是还是 悟空他不是日内交易 但是他也不是太慢 所以基本上 我是跟随趋势 我绝不预测明后天怎么样 那么现在如果一旦看涨呢 我就跟着 我就假定他趋势向上 我就会他会秩序 这是我的做法 那么他接下来以后 悟空肯定因为跟随趋势总是会秩厚的 这个无法避免的 你要总想提前那你就 那你就会被打脸 我必须等到右侧 我必须等到右侧 悟空大概是 SGY是10月31号 先得到看涨信号的 实际上那些大股 实际上因为今年的这个 主要的就是 Magnificent Seven 这几个去掉了 那是形式 但是这几个呢 所以那几个大股 从悟空的这个 这些角度的话 微软是9月29号看涨 是一直是看涨的 9月29号 所以他一直现在看涨了 一个半月了 他一直没有看跌过 悟空的这个角度 因为悟空他要 他有一定的空间 会留有他这种震荡 不会被他给骗出去 就是微软是最好的 他一直是看涨 其他都有翻转过 其他那几个都有翻转过 但是下来一个 比较提前翻转的 就是在这个大盘翻转之前 接下来那可能 与季报有关 那个Amazon 两个季报出来就翻转了 所以10月27号 就翻转了 那悟空跟随去 悟空绝不会对着 他长明明长 我要说他要跌 悟空不会干的 他长了我就看长了 所以这个Amazon 10月27号 季报后大涨 那悟空就跟着他看涨 一直看涨到现在 Meta的话 我看看啊 Meta 10月30号 对都提前去打探 可能是季报 季报造成的他上涨 悟空就跟着他看涨 一直到现在 Meta 那个Apple Apple是突破悟空的 这个threshold是11月1号 11月1号开始看涨 也正好 那就是基本上跟QQ同时 同时看涨的 他基本上跟QQ同步了 就说先就是实际上好几个大谷 都是提前于大盘 NVIDIA呢 我看看 NVIDIA基本上也是跟大盘同步的 同时看涨的 就这几个大谷里头 看谷歌的话 也是 NVIDIA也是11月1号看涨的 就一直看涨到现在 悟空的这个threshold 留的比较宽 所以周四的下跌 基本上 Google它是跌到了悟空的支撑了 然后反弹起来了 好 有一些 有几个是跌到了支撑 有一些大部分的全都没有跌到支撑 没有触碰到支撑 所以我主要就是在这个 大趋势还没有翻转之前 那时候大趋势仍然是 正下的 一波比一波低 那么悟空的 就是看这个几天的这种翻转的话 最早的就是SPY 它31号就翻转 看涨了 然后第二天是QQQ QQ11月1号看涨了 然后这个DIA也是11月1号 然后最后IWM是收盘的时候 是最后一个看涨的 所以我们这些就看 基本上按照悟空给了看涨信号 以后我们就建仓 建仓 IWM这个东西就是 我整体上说 这个东西不是个好东西 它超卖那么厉害 我们进去买了以后 它还涨得快了 我们就两天以后就跑了 但是其他的这些 因为今年这个 今年主要是Magnificent 7 所以主要这些大股要窝住QQQ 因为这些大股好的话 BV的QQQ会好 因为他们占了QQQ的 百分之四十五十的 就这几个大股 所以基本上就一直 就是31号 11月1号看涨以后 我们就基本上 一直做到到现在 一直做到到现在 但是我上周二 就分享了 从更高一个级别 悟空他是比较短 稍微不做日内交易 但是他看的也相对快一点 他会两三天就翻转了 然后就跟着趋势走 所以他在下降趋势的时候 悟空就可以翻转的话 悟空看涨 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下 但是大趋势的翻转 这还是本周的事情 本周的事情的话 就是我周二分享那些图 我就说他突破了下行阻力 下行通道线了 那么从任何这些书店里的书 你要是通通按照传统的这种技术分析 那突破了下行阻力线 特别是通突破了之后 他能够站上几天 那有时候是假的突破 一两天突破 骗你一下 然后骗你又下去了 他在上面站了几天 那我就比较看涨了 那么现在基本上 我从这个中期来看的话 任何回调都是我加仓的机会 我认为这个rally is going to last to the year end 所以我必须上车 所以我那天分享那个微点 我就说了 这个价位我是 但是我没有听悟空的 悟空是星期三看涨了 我星期五才才买进去的 NV店就稍微高了一点 但是我的原则 the trend is more important 趋势对我来说 比点位重要 那火车要走了 我必须上车 所以我当时我就说 我二月份上NV店 我都是在他比较高的地方杀入的 然后他分跌我就加仓 那他NV店提前一大盘 提大盘大概三月中庆以后才开始上涨 那NV店一元一月份就开始上涨了 那我二月份就杀进去 现在呢又是那个样 那他都穿过了这些军线 上那个周五 NV店穿过了军线 我说我必须减仓 然后再慢慢加 我不希望火车走了 我自己被拉下来 我是这样一个心态 我追高我不朝底 那些一路往下跌的那些趋势向下 我不会腻的趋势去做的 所以基本上 这Magnetting 7 Microsoft现在到达新高了 All Time High 抱歉我这个一打错了 它那个trigger正好突破了All Time High 那有可能回调一两天 对我来说It's not important 我要抓西瓜我不在乎芝麻 你回调个那么一点点 那是芝麻 我要朝着趋势方向走 微软突破了历史新高 那个什么也不远了 Amazon也快了 昨天AVGO又突破历史新高了 而这些我必须上车 突破历史新高的时候 我必须上车 至少卖一种pulse 我20年前看过 也就那两本 我不知道大家也没看过那两本 是Market Wizard A New Market Wizard 其中一个wizard 它的买股票的条件 就是它突破一年最高的时候开始买入 很难做到它自己做不到 当然不光就是这么简单 它可能还有其他的选股的 那要选有些股不是随便拿一个股票 它到达一年高的时候买入 它肯定有其他的一系列的这些条件 他自己做不到 他到银行里说我要那时候五六十年代 还没有internet 他说你们有没有这个银行里面最没经验的人 给我来当个助手 那经理就给他刚来的一个中学毕业生 就给IKE大股票 就说他一定要不要懂股市 他不能懂股市 他懂了股市 他就不听我的了 所以他就告诉那孩子 这些股票你看着 到达一年最高的时候买入 他这钱就是那么赚来的 所以AVGO冲破 历史新高 我必须上车 基本上 刚才我看了一下那些 这些股票 特别是半导体的这一些 似乎都在 你要从州级别来看的话 It's just beginning 台积电 这些都开始突破了 州级别来看的话 州级别的话 你看开地界指标 金插财 Just completed 就是Bolish crossover Just happen 所以你要做中长线的话 这个 It's a bullish signal 回调 日级别有可能有回调 对我来说 就给我加仓的机会了 所以你要看这个 Semiconductor Index SMH 这些都突破了 都在开始 多头分子级别 都是多头排列 当然地老大 半导体老大是 NVD老二是台积电 It's just breaking out 老三就是AVGO New high 老四呢 ASML Do the breakout Bolish 就是多头排列 然后你再看AMD 这些 Do the breakout 所以半导体往往 对大喷影响 很大 但半导体非常好 半导体非常好 然后这个 再加上MG7 然后这个QQQ盆定 啊 多盆定这样的 刚进来的时候 你放那个音乐 不就是Christmas音乐吗 所以股市呢 我感觉到Christmas Rally is in the way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主要还是注重这些大股 注重这些大股 不管是小股 今年这个股市 就是这几个大股 在搜 所以我现在最优账户满脏 所以像这些什么TQQQ啊 再就是有iPhoneGU 三倍的 三倍的一些放股 这些都做多的 各股的话 微软的1.5倍的微软 MSFU 1.5倍的微软 1.5倍的Amazon 反正有1.5倍 反正有1.5倍 除了特斯拉 特斯拉我是不买的 特斯拉是唯一我不看好的 其他的那几个都不错 Netflix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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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那几个大股都不错 除了特斯拉 特斯拉利息这么高 谁贷款买车的话 恐怕都对贷款买车的人 贷款买任何东西的人 那些公司都不会好的 通用汽车到达N年的低了 GM到达了N年的低了 福特到达了N年的低了 特斯拉也不应该好到哪去 贷款买东西的 Catpillar这些重型机械啊 这些都需要贷款买 你看Catpillar也不会好的 康明司也不会好的 我以前工作的地方 柴油机这些 这些都需要贷款买的 这些都不会好的 基本上对 基本上就是咱们现在选择 也没有那么多 就那些这些大股 加上半导体这些 然后再加上股指 就基本上 focus on这些 选其他那你都有risk了 当然对我前两天有说 Lulu突破了 刚刚突破了一年半的阻力 所以它下面还有季报 12月7号的季报 所以Lulu我也偏向于看着 基本上 对基本上我现在能想到的就说这些了 OK好 谢谢萨克老师的分享 我补充一下 如果没有 我可以吗 可以啊 就是说我一般不预测的 但是我刚才说了我们Bullish OK 主要是这个周级别 觉得这些信号都是朝上的 但是我那个悟空是略为 就是说比虽然比日内慢一点 但是他也就像前阶段那 它在跌最底部的时候 它有上下相态的话 它会做的 同样道理 那这个两个月 如果悟空一个一个都变迹 都跌破了悟空的支撑的话 我不会就是stabbing 我认为predict要是上张 那我就会投 甚至有可能还会做空的 那就是说 就是说我是follow这个twhen的 那t stake如果决定 For whatever reason,它要往下走,就是上星期四的它是跌了,但是都没有跌破悟空的那个threshold 那么现在是朝上跟着往上走,那么哪一天如果双双,那打得非常厉害,那一个一个都跌破了悟空的threshold的话 那我也会跑的,我不会就说,我现在这么暴力士,我就顶着那个,所以我基本上是跟随趋势,一旦趋势拐头了,那我会跑的 实际上我的操作微软我就发生过这么一次,一两周前,但我的threshold搞得太近,就在缺口处,结果它是跌到缺口 我把缺口又打破了,我就卖了,但是第二天BiangGi,它没有跌多少,它又回来了,那我就重新买回来了 所以就是说,我是死缠烂打,死缠烂打,要跟着趋势走,趋势下行了,我卖了了,然后趋势再往上走,我一定要杀回来的 那你的趋势是多少时间周期的呢?你是以日线级,小时级比较? 主要的决策是在,虽然我是五分钟的图上画的,它往往在盘中都有产生信号的,但是主要的决策还是日级别的 对,往往必须打破前两天的高,这是一个必要条件,必须突破前两天的高,这是一个必要条件 有时候可能需要几天的高突破,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它是一个日级别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趋势,对,趋势follow,这个并没有错,这个是对的,只不过是预测跟这个也并不是矛盾 这个预测是每个人的,可能这是我的一个爱好吧,这个我比较喜欢预测,比较喜欢掐点位 这个这是一个爱好,但并不是说这个就一定对,而且我刚才也说了,我说我不怕打脸,打完有点打左脸 这个没关系,这个就是一种大家的这个best effort,就是你这个可能是我这个属于追求极致的一种追求完美的一种性格的这种体现 就是这个喜欢掐点位,不过这没关系,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 对,主要是我没那个本事,掐得太准,所以我把我的方法叫做不精准打法 这个对,这个其实赚钱是主要的,像你说的,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趋势follow是正确的,而且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掐点位掐得太死也不好,这个我承认,就包括比如说上次,就这个低点 这种低点打到4110的时候,我其实很早以前就已经至少提前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吧 就已经看到4106的那个点位了哈,但是我就是因为掐当时算那个,我也想把那个最低点的点位算准 我当时算了一堆点位哈,就其实我就,嗯,其实QQ上倒是这个点位算准了 但是这个SPS上的这个点位就是没有算特别准 其实现在这个回头再看哈,就是在这种日线级特别大的那个反转点 其实有的时候不需要把点位抠的太紫,尤其是不需要抠几个点几个点的抠哈 可能就是模糊的正确就是差个就是二三十点,甚至差个四五十点,甚至七八十点可能都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关键是你要把整个这个这个趋势看准哈,这个也是我就是回头看,再反思就是得到就是总结的一个经验哈 这个所以说我,嗯,somewhat degree就是也同意查克老师你的观点,嗯,就是模糊的正确有的时候也可能更好,可能适合大多数人哈,嗯 嗯,那我以后也多关注你,你主要的点位,你是就是在那个AA市盘群吗,还是哪个想,你要是进,我应该多关注你的点位 因为你如果你的点位跟我的这个这些支撑什么重合的话,那就太好了,那我就 嗯,嗯,对,就是一种公分,对,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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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主要就是在咱们那个什么那个AA市盘群是不是啊,还是 啊,对,我,我还有些其他的群,就是不是特别大啊,就比较小,我并不是在特别大的群里面,这个,对,而且我有,有的时候我,我是,呃,经常是每天我也会发一个点位 每天的润值我也会算,就是每天的润值,我现在大概经常能达到,嗯,就是在最,最高点或者最低点,不会差一个点,嗯,就是说这个,这个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到了,嗯,到了日线级别或者小时级别的话, 可能还做不到那么精准啊,对,嗯,哦,那那,那那太好了,我以后多关注您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